明杰剛剛看到的是國會訪問團的 公開記者會的談話 對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眾議院 外交委員會主席 那麥考爾率領這個跨黨派的議員 包含剛剛我們畫面上看到 那包含共和黨的這個巴爾這些 那在這個時間點訪台 那其實中整下來我們看到 這些談話大概幾項意義 第一個剛剛像巴爾談的 就在這個時間點 當然第一個祝賀這個賴清德政府上任 也是為了慶祝民主的勝利 那第二個很重要是 這一個時間點剛好就接在中國 這一個對台軍演之後 那所以我們看到麥考爾直接都講到說 這一次訪問台灣呢 就是代表任何的威脅跟恫嚇 都阻止不了美國 這一個國會對台的訪問 那所以他這次訪台 他講到說不僅代表美國會持續 來提供台灣武器 強化台灣防衛 阻止中國來入侵台灣之外 那他也特別強調說 這個就是在向北京和習近平表態 那這個如果中國要用武力的方式來侵犯台灣 絕對會得不償失 所以話講得很白 那當然就是在外交跟軍事上面全面的力挺台灣 那他也批評說 現在整個國際情勢是二戰以來 那從來沒有看過像有中國俄羅斯 這些組成的所謂邪惡軸心 用如此公然的暴力和赤裸裸的侵略 那在威脅這個周邊的國家 那當然包含台灣在內 所以美國現在正在全力加速 這一個提供台灣武器 那他也提到說 這個今年初的美國通過這個緊急撥款法案裡頭 包含像提供台灣可以使用的包含20億美元 這用於外國軍事這個援助 融資就FMF 那另外還有包含像14億美元 這是用於軍援的部分 那美國五角大廈也可以透過這一筆款項來回撥 那提供給台灣直接用軍援的方式 那補足他的武器庫 那中間談到說 對台灣的防衛上面的建議 那麥卡奧爾也認為說 台灣不能夠只有地面防衛的兵力 那這個否則 如果這個萬一讓這個共軍登陸的話 那當然恐怕要進行地面的這一個攻防 所以他認為說 必須要有足夠的海上的戰力 這個部分他就提到說 所以他支持包含這個加速 那提供給台灣像是魚叉的反艦飛彈 那甚至他認為台灣的潛艦戰力的這一個打造 他也是全面的支持 當然他也提到說 另外奧運美AUX這些聯盟 對台海的防衛都有很大的幫助 那他這個說法是認為說 第一個要能夠有足夠海上戰力 才能夠阻止這個共軍 那真正對台登陸 那這才是重要的關鍵 那我們看到 這個美國國會訪問團訪台 這一個外交上面 有重大挺台的意涵之外 那軍事上加速 軍售也好 軍援也好 其實另外美軍實際的動作也非常的明確 那我們其實可以講說 美軍已經在台灣的家門口 那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最近華爾街日報 一篇非常深度的這一個調查採訪 那他是主要派語員直接用隨軍採訪的方式 那跟隨先前在菲律賓 這美飛兼兵兼軍演 美軍第三這濱海作戰團 他到底在做什麼樣的演習 那進行實地的深入了解 那直接講到說這場軍演就在離台灣 只有140公里的這個距離 有三個小島上面在秘密進行演練 那這個如果搭乘直升機 其實也不到一個小時就可以抵達台灣 所以我們講美軍的兵力 已經在台灣的家門口 那這整場演習的過程 我認為中間他訪問了一位 這個濱海作戰團 他的一個反空降營的營長 形容得非常貼切 他說這一場演習 就是美軍的濱海作戰團 要把腳踩在門框上 讓這一個友軍跟盟軍 不會被關上門 而被擋在門外 那為什麼用這樣的形容 其實這個門框指的就是巴士海峽 那也就是說 他們在做的就是要阻止中國 那兵力能夠出第一島鏈 那沒有辦法從這一個台灣東面 那進一步來包圍台灣 也就是這一次中國對台軍演 他在這個演習的這個科目跟內容 那這一次比較特殊的是 他自己點出 這個華爾街日報記者跟隨美軍進入 離台灣很近的 這總共有三個小島 第一個我們講過很多次的巴丹島 另外還有一個雅米島 那是離台灣最近的 它是一個無人島 另外還有一個 昨天才傳說說 這個菲律賓海巡要在上面打造哨所 這一個叫伊巴雅特島 在這三個小島上面 美軍在做什麼 那其實中間包含他的深入觀察說 他們搭乘這個V2-2的魚音機 那還有巴士像搭乘海上的船艦也好 那登上這個島上 那做一個衝突早期的時候 可以讓中國陷入困境的準備 包含像他們將配屬的飛彈跟雷達運上去 還有運用小型的無人機 那用所謂的障眼法 就是說萬一真的開戰的時候 其實現在也談到說 美軍的衛星也擔心被癱瘓了 在沒有衛星鏈路的情況之下 如何用其他的電池干擾的方式 能順利通訊 然後把偵察到的中國船艦目標傳遞給 不管是空中的B1B轟炸機或者海上的這些 各型的這個打擊的利器 那這個部分我認為接下來這內容 其實共軍要看清楚 不是只有台灣在看 那這個部分為什麼要這樣講 就是說在整個演練過程 其實把整個戰場上 真實的狀況給呈現出來 因為中間又談到說 美軍先前其實先透過衛星去徵照 那看雅明島 它還是一個無人島 沒有防備的無人島 那發現看島上有哪些位置降落點 可以適合V22語音機這個降落 還有發展下面的道路 發現說從衛星上面看 這條道路裝備應該可以走可以過 但是真正把裝備運上去之後 才發現完全是兩回事 因為這個裝備上去 才發現說這個山路 有非常多的這個阻礙 那裝備可能過不去 同時連V22語音機 原本以為可以降落也降不了 那這個才是真正的戰場實況 那更不要講 這一個等於說 雅明島還是一個無人島 我們要知道台灣其實是一個不小的島 那國軍在這裡已經戰場經營70年 換句話說 這一個戰場的呈現 呈現出來說 美軍的濱海作戰團 其實它從兩年前成立 現在夏威夷已經做訓練 然後再拉到加州去實兵操演 那進行實兵的攻防演練 然後今年其實已經是第四度 進入菲律賓來進行艦兵艦的軍演 都已經演練這麼多 那這個做這麼多演習 一旦實際上到這個地區來 要進行所謂他們的這個防衛上面的演練 就發現困難重重 背後還包含像連水都有問題 連這個飲食 還有包含像彈藥 還有包含像這個燃料的補給 其實都困難重重 換句話說 這才是真正戰場的現實寫照 不是像共軍在對台軍演 這個軍機軍艦也好 外面繞一繞飛一飛 那這個看起來也在沒有抵抗之下 可以如他的計畫進行 真正要開戰的時候 其實是有非常多的困難 會阻礙他 那同樣的回過頭來 剛好時間點上美國有一個智庫 叫外交關係協會 那也中間 那點出了共軍清台 有非常多的困難跟阻礙 中間那當然過去常談的 光台灣海峽最近 雖然只有150公里 但是這樣的一個國際水道 他的一個水域 大部分是這個離台灣比較近的是潛水區 所以這個要未來 第一個台灣的登陸點也非常的少 那這個登陸艦要靠近台灣 其實非常困難 特別是大型登陸艦 他必須要換成 那等於說在用小型的這個登陸艇上岸的時候 其實這過程中非常有利 台灣用各式的火炮或反艦飛彈 直接進行反登陸的 全面的這一個不管是攻擊 或者是把他這個整個摧毀在海上 那同時就算他有少部分的兵力 可以順利登陸上來 那台灣自己本身的地形 不管高昌丘陵也好 甚至台北本身也是個平地 能夠進出的這一個 通道非常的少 那再加上我們剛剛前面談的 國軍本來就有一個守勢的優勢 那戰場經營非常熟悉 所以你今天進入一個陌生的這一個地域 那要進行所謂的這些 攻防的這些 兵力上面的一個進戰 其實相對來說是非常困難 更不要講 這台灣本身就是這個 一座水泥的叢林 那要進行城市戰是更大的考驗 而整個外交協會這一個 通篇下來看到說 有這麼多的困難阻礙 所以縱然中國對台不斷的軍演 現在恐怕也就是 如同這個先前美軍 參謀聯席會議主席 這個Mini講的 都只是指上談兵 那最後一個關鍵 他點出說 如果台灣的這個抵禦的決心 那足夠的情況之下 這絕對會成為共軍犯台最大的障礙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